香港特别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九日晚会见传媒时表示 因应学生代表近日的言论 特别是九日下午 学联和有关团体公布新一轮的学界 广场和议会的不合作运动 政府认为对话的基础已被动摇 时日不可能有一个有建设性的会面 此前 香港特区政府曾出定于 时日下午四时与学生公开对话 讨论政治发展的限制基础和法律规定 她说 政府一直展示出很大的诚意 希望与学联的同学进行有建设性的沟通 所以至九日下午 双方仍旧提出的场地进行实地考察 但林郑月娥强调 对于本次对话的性质和目标 特区政府一直强调 香港政治发展的讨论 必须要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相关的解释和决定的基础上进行 政府也从来都不认同 这些堵塞马路的非法集结行为 她说 事实上 战中至今已进入第十二天 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计 已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这些违法的占领行为必须停止 她希望学联能够从市民大众 和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 尽快撤离占领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